大家好 來到我新一輯第二次的藝術頻道 都很開心想多謝大家 上一次是給了很多feedback 還有很多不同的點子 我收到很多支持和鼓勵 都真的很開心 因為每一次我去想拍些什麼時候 都花了很多心機去做一些研究 還有真的要一些時間 麻煩大家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有些得著 在我這個分享當中 你都要給我讚好 還有真的給我一些留言 所以我現在明白到 為什麼KOL 經常都說你要讚好 和留言 其實真的很重要 關於藝術分享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中、日、韓、歐洲 不同的地方 都有很多藝術的分享 我都會慢慢慢慢看看 有哪些大家有興趣 我都會去講 我自己喜歡很多不同的畫 我自己學水墨畫 但我也是一個小小 很junior的collector 事實上我是有買一些畫的 有些很便宜 就算怎樣貴 其實最多都是五位數字 我想有一集我都會和大家 講一些藝術的收藏 我今天站在這裏 想讓大家看看我後面這幅畫 其實就是一個韓國藝術 現在成為了我的朋友 我怎樣去買他的畫 就是我在一個展示室 去認識他 隨後我就私信他 去訊息他 他竟然回覆我 最終我去了韓國找他 就是開始去收藏他一些自己很個人的作品 而他的作品 就是你看到這些 很特別的 其實是一些油畫 一些工具的作品 很欣賞他 其實是很夢幻的 而且都很開心 裡面有很多用真正的水晶 是貼在那裏 所以有一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collector的角度 是怎樣去買藝術品 當然不是我 是一些大師級的人 今次我就會講一個 大家都很有興趣的題目 其實就是一些日本的藝術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Superflat這個名字 就叫做超平面藝術 這個名字其實就在早2001年 至2010年是他的全盛時期 就是這個超平面藝術 是代表著什麼呢 是一些很大膽的顏色 很鮮豔 2D的 而且是很簡單 或者是你見到是比較天真浪漫 有些漫畫的感覺 但在背後裡面 其實他是很多嘲諷 還有很多深層的人性 以及社會的控訴 而這三個藝術家 和大家分享 都不會陌生 其中就是 內良美智 Nara 草間離身 很多藍瓜 畫藍瓜 還有川上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以下 今次的三個 日本藝術家的分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